我曾经是一个普通的都会女子 我规划工作 我安排玩乐 我挥霍我的经历 我对这个世界 任何事情都充满好奇 我一直在人群之间扮演各种角色 我从没想过 没有想过会来不及 来不及做真正喜欢的自己 2005年9月 我因工作意外 经历了人生中最措手不及的意外 那是一场瓦斯气泡 我丧失了69%皮肤 慧荣三度灼伤 打开来看看 它的疤就是这么厚 它的疤这么厚 所以你给它疤很切开 没有切掉 切开放松以后 补了皮就是线下去 刚开始比这个线还严重 刚开始是优质型 慢慢会在拼 你设想没有中间被开的话 我原本的脚骨头是 翘起来 翘起来 没有 翘到不能穿鞋 对啊 是这样子 对啊 现在 现在可以穿鞋了 太久会 太久 我听说有太久会认带来 关节会变形 太久关节变形了 就不容易恢复 69%的病人在我们这个 消防中心 大概九成可以救起来 可是这么严重的病人救起来 后续要考虑的东西 有关它的外观 有关它的功能等等 其实是目前更需要考虑的 目前这个时代 已经不是只有说救命而已 医会的疤痕并不是很红 很红的那种 看起来很可怕的那种疤痕 可是它的疤痕软缩的程度 其实比别人来讲 平均来讲还要严重一些 所以它有像某些部分 都是重复的手术 它光弄这个脖子 就弄了好几次 本来这个脖子都抬不下来 现在是比较好的 好几次手术之后才会这样子 其实这个医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我的病人里面很少有这样子特质的 第一个来讲 我觉得他的家庭的支持很好 家庭的支持很好 他家庭给他帮忙 不管是人力物力 或者是说精神上面都需要帮忙 这个方面 其实他们家庭真的是很好 另外一个我觉得 医会的个人的个性 他企图心很强 所以他的要求就很高 他要不但要活下来 要survive 他还要功能要好 所以他就看得比较远 他希望说我不是只有在家里面 就让人家照顾我一辈子 这样子就一辈子过去了 其实很多大部分的病人 在研究了严重的伤害之后 都是这种心态 如果能找得到家庭支持他们 这些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更何况就是说 他自己还有这个企图心 自己要独立要站起来 那个真的是跟别人不太一样 乐观勇敢 这是医师给仪会的注解 在烧烫商中心服务的会人员 对仪会有另外一种的不舍 他当初进来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跟另外一位复健师 然后几乎每天就是要帮他做这些复健 从他一开始不是很清楚 就是医师上面 到后来清楚了 他是每天至少两次到三次 然后一次长达大概一个多小时 之后接着要出院了 然后出院接着也是 他像烧商朋友也都是 至少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都是得密集 就是一个礼拜来三次到五天的时间 来这边做复健 那我们每次就是一对一这样子 至少一个小时的相处 那其实不熟悉也难了啦 对啊 就我对他认识而已 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 就是他很有他自己的想法 真的 然后也很自然 尽量自然呈现他真实的感受 因为我认识很多病人 他会去隐藏 会去压抑 疼痛的时候不敢吭声 或者是就直接拒绝 那他的话就会告诉我们说 很痛了很痛了 然后他也会想办法去转移 因为疼痛方式转移的方式很多 你可以听歌 然后你可以讲话 然后你可以大叫宣泄 那他就很 他会试着每一种方法 像他一开始就是这样 哈啊大叫 然后或者是 就是挨得到全场都会往他看 其实他很 我觉得他一开始就不好意思 不过好像也可以接受这样的情形 我觉得他最特别的就是这样 就是很坦然 用一个平常的心去面对这些事情 一会给我的印象 他一直是一个很活泼 然后也蛮乐观 然后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上进 很积极 然后也同时就是很能够去关怀 他周遭的一些不管是他那时候的 他的朋友也一起受伤 还是就是一起住院的一个病人这样子 然后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他住院的过程当中 他也能够充分的配合 我们的医疗的所有的活动 这些都是复健或者换药 这些都是会让他造成疼痛的 但是他哭完以后 他就是该怎么做 他还是会配合 对像换药的时候 或者做复健的时候 或者说有时候比较感伤的时候 都会 对 但是他眼泪湿干以后 继续努力 这个都是让我们很佩服 也很就是很感动的地方